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一段落是第一至五节 提及罗伯安在位时 以色列人趁着改朝换代时提出诉求 希望减轻所罗门王时期的遥迹 第二段落是六至十二节 就是王身边的老年人和和王一起长大的少年人 为王出谋献策 第三段落是十三至十九节 罗伯安听取少年人的建议严厉的对待百姓 然后以色列人背叛大维加 不再受大维加的管车 经文有一些细节让我们看到 罗伯安继位之后出现了一些危机 第一 登基的地点是在士剑 过去大卫王在希伯伦登基 所罗门王则在耶路撒冷登基 都是在犹太支派的领地之内 不过罗伯安却不在自己的支派地方登基 暗示了这个新王的地位 不如从前的王 另外 以色列人的诉求里面 曾经提出 若果新王能够减轻人民的遥益 就愿意侍奉新王 言下之意 就是假若王不听从他们的诉求 他们就不会侍奉王 这些细节都被读者感受到罗伯安的管治危机 是一个很大的难关 事立在王面前的有老年人和少年人 有识经学者指出 旧约智慧文学 一般都会将老年人视作为智慧的奴人 事实上 在当时的背景之下 这帮老年人的意见的确合情合理 减轻所罗门王时期的遥益 不但可以让国家休养身色 赢得老百姓的支持 也能够改善王室的形象 大大的帮助往后的施政 甚至避免众资派的背叛 不过 罗伯安最终是听取少年人的意见 就是要百姓付更重的压 这种更重的命令 让人联想到昔日出埃及的里面 法老对以色列人同样落了更重苦功的命令 这个都反映了 罗伯安就好像当年法老一样的高傲 的确 在王国历史里面 除了历代志之外 列王纪也有记载南北国分裂的描述 只是两者的焦点 略有不同 列王纪的作者 将以色列国的分裂 归咎于所罗门王被他的妃笨誘惑 并且随从别臣 但是历代志的作者 完全没有记载到所罗门晚年的罪 并且将分裂的事 归咎于罗伯安不听从奸言的事件之上 罗伯安除了没有听从老年人智慧的建议之外 更重要的是没有好像历代志记载所罗门王登基之初 立刻去寻求上帝的行动 罗伯安正是接受自己喜欢的答案 表现出高傲的心态 好像正如历代志下七章十四节那样讲到 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 若是自卑 祷告 尋求我的面 转离他们的恶行 我必从天上谁听 赦免他们的罪 医治他们的地 自卑 祷告 尋求上帝 是历代志作者想强调的提醒 而这些都是罗伯安所谓的 今天从经文里面的反思是 罗伯安高傲的心态导致他不寻求上帝 亦都不接纳智慧老人的意见 今天我们待人接物的时候 心里面有没有存有高傲的心态呢? 如果我们自以为是 又怎能够承认自己的无知 以谦卑的心去尋求上帝的带领呢? 又假如我们自视过高 将自己看得过分重要的时候 又怎样能够看得见上帝呢? 愿我们一同祷告 参加天父上帝 多谢你借你的圣言提醒、教导 更新我们的生命 今天我们开始阅读罗伯安的故事 从他登基之初的危机里面提醒了我们 当我们面对人生不同艰难挑战的时候 我们要学习成为一个 谦卑、祷告、尋求上帝的人 有求主帮助我们 除去今生的骄傲 尝存一伙谦卑的心 与神同行人生路 我们这样祷告 是奉主耶稣基督之名而求 阿们